今天,变形警车Poly和消防车罗伊来到了绿油油的草地里玩耍, 他们每人都带着一个玩具弹高兴地比赛了起来。 突然,一个钢铁小小黄针从天空中掉了下来, 把他们的玩具弹给砸坏了。 啊,钢铁小小黄针,你没事吧? 钢铁小小黄针,你是不是超速飞行啦? 嗯,呵呵,对不起,Poly,我在天空中飞得太快, 失去平衡掉了下来,把你们的玩具弹给砸坏了。 现在,我来把坏了的玩具弹改造成好玩的玩具,给你们继续玩吧。 钢铁小小黄针说完,立刻帮他们改造了。 哇,太棒啦,立刻出现了两盒新玩具,看看它们是什么玩具吧。 这是动画片《淡淡小资玩具》,看起来好像很好玩的样子。 这一盒里面粉色的机器人叫做朱古里, 这一盒蓝色的机器人叫做航风, 它们都是可以弹射的玩具,可以进行有趣的对战游戏呢。 现在把它们都拆出来玩一玩吧。 先把蓝色的机器人拿出来。 拿出来啦。 这一个淡淡机器人就是航风啦。 这一张是玩法说明书和玩具介绍,打开看看。 这边还有一张对战图。 里面还有这个技能卡片。 好啦,把粉色的淡淡机器人朱古丽也拿出来吧。 现在来看看这个叫做航风的淡淡机器人。 上面这个透明的盖子可以打开。 这个机器人的两只手可以转动,两只脚就是固定的不能转动。 后面这里按一下,就可以把机器人上面的这个弹射公仔发射出去。 接着来玩玩这个粉色的珠古丽,它也是和蓝色的机器人一样,只有两只手可以转动。 这个淡淡弹射公仔也是可以发射的。 好了,现在我们拿出刚才那张对战图,然后让两个淡淡小吃来进行弹射对战吧。 小朋友们,现在把两个淡淡小吃都放在对战图上的发射区。 接着把两个弹射公仔发射出去,让他们互相撞击。 根据公仔的落点地区的分数来比你比谁的分数最高吧。 比赛开始,好了,航风得到了200分,珠古丽没有得到分数哦。 这一次是航风赢了,再继续玩。 哦,这次朱古丽出戒了,航风又赢得了一局。 再来比一比。 航风又得到了200分呢,珠古丽同样的没有得到分数。 今天的比赛是航风连胜三局,真是太厉害了。 好了,小朋友们,今天和大家玩可爱的鸡碎人,淡淡小子,弹射对战就玩到这儿。 谢谢你们收看多拉盒子,喜欢我们请关注我们哦。 明天见,拜拜。